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拒絕負利率,鮑威爾,舊僵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350點 收報23,829點 請注意,今天成交很活躍,去到1,186億 其實一個星期以來,港股上升落落 嚴格來說,4月中以來都是上升落落 今天又有一點想向下,成交大 要注意,可能大家打橫走很久 覺得風險不大的時候,突然可能又嚇你一驚 好了,現在說的是什麼呢 今天其實都幾多楊淡風一起吹 所以成交就大了很多 有幾多楊淡風呢 第一,就是鮑威爾拒絕負利率 拒絕誰人講負利率 當然是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開口牌,說他喜歡負利率 想美國都是負利率 但是,鮑威爾昨天拒絕了 其實對港美股市比較大壓力 其實環球股市都會是 我們等一會再說,為什麼要拒絕 他拒絕其實某個程度來看,都是正確的 除非真的逼於無奈,他才會做 第二點,就是現在有些利淡的 第二點,就是說疫情有可能第二波 很多地方解封了之後,都會出現一些疫情的第二波 第三點,就是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入面,就分很多點了 這個第三點是一個大點 但是,下面分很多點 例如,有什麼呢 中美貿易談判入面,美國要求中國買的商品 中國能不能夠買得到呢 又例如,夾閘著台灣問題 因為台灣牌,也是美國利用台灣牌 去打擊中國的重要牌 就來520了 中國也都是,今天在渤海開始 所以,在搞軍演,軍事演習 520是台灣,蔡英文就任第二任總統 所以,中方也可能會有一些壓力 在這個情況下 另外還有,中美關係入面的 比如說,科技戰 科技戰,說到就是說 美國不肯賣一些產品給內地的一些電訊商 例如,中興、華為等等 還有,對一些內地的電訊商 在美國,也有調查有性 再夾閘著,如果台灣關係入面 台灣又想申請加入世衛 美國為首的一批國家支持 所以,這些都會搞得很動盪 就來開這個,18、19日開這個WHO和WHA的大會 還有什麼利探呢 如果說本地,就看得流標 就是拍賣地流標 一連串的,其實都頗多利探消息 就影響了近期港股的走勢 特別今天,一下插了來 這個就要從昨晚,從這個導致開始看 大家看看這幅周勢圖 大家看到了 一下子就跌了下來 上升通道就跌穿了 亦可以似乎是一個頭肩頂的形態 跌穿了 如果繼續再下降,就不好養 要小心 現在初步要留意,開始發出這個短線 紅燈的這個警號 短線轉了紅燈,因為跌穿了上升軌 如果再下降,例如 其實跌穿了這個5月4日低位 如果再下降,4月21日低位 22、9、41都跌穿了 中線就有機會進一步下跌 因為頭肩頂成立 這樣的話,中線就可能轉了紅燈 至少中線,大家都要減遲一點 就算不走光 這個美股,因爲鮑威爾拒絕負利率 而下跌 剛才說到,爲鮑威爾拒絕又對 因爲,當然,你想一下 今時今日,美國借了很多錢 他今次要撐這個經濟 就是希望聯儲局買財政部發的債 最好財政部就是零息之餘 還要負利率發債 這樣就正了 負利率 即是借錢不用給利息之餘 還可以收錢 問題是,如果這樣做之後 美元還有沒有人相信呢 一旦美元沒有人相信的話 那就會出現一個危機 日本那些不是這樣做的嗎 歐洲那些不是這樣做的嗎 是 日本很多做的 但是日本最需要持有日本債的 是日本的自己的那些受險公司 日本人 歐洲那些,他也是自己在那裡 糖水滾糖魚 歐洲那些銀行就買歐元那些債 何況呢 其實真的負利率的 就不是全部,他一堆都負利率 他是一些,譬如北歐一些的國家 譬如德國,荷蘭那些就負利率 但是南歐那些就不是負利率的 所以他有分別的 但是如果美國呢 他的短期債都轉入負利率的話呢 恐慌影響這個美元,即是美元資產 所以知道美元和那些貨幣不同 美元是世界性的儲備貨幣 大家對美元,如果萬一不再信任美元 美元失去了這個儲備貨幣的地位的話呢 那就很大劑 哪怕就是信心動搖了一點點 都會影響了他 所以他不到最後那一刻 都不想負利率 好了,但是那些錢又要發多些債 怎麽辦呢 我覺得他可能會維持的利率 就是接近零 接近零 那其實說真的 零點零幾來的息 現在的債息 十年期都是零點幾而已 那有些短的就是零點零幾 你再壓下去不負 不過零點零幾 就是這樣 就是等於沒有息 就是長期在那裏偏低 可能會有一個這樣的玩法 好了 債這一個部份 大家要很留意 負利率這個部份要很留意 如果真是負利率 可能金融市場是翻天覆地的 因為美國 這個是一個儲備貨幣 這一樣東西會不會受到動搖呢 是大家值得關心的 那麽巴威爾現在夠僵 就是拒絕了這個特朗普的要求 那麽當然短線就離譚 爲什麽呢 因爲其實 美股撐了上來這麽多 第一因為無限QE 無限買債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其實聯儲局買債的規模 已經越來越小 其實現在最新公佈的數據 一個星期的 其實講到減少到 去得八百多億 幾百億 原本它一路買上來的時候 是一個星期 哇 就是過千億 幾千億這樣買 因爲那時是最動盪的時候 後來一直減少 那麽現在一路 其實那個市場上到來 聯儲局減少買債 應該的動力是低了的了 但是爲什麽這麽 那些科技股 那些還是很好呢 就因爲大家市場憧憬 它是什麽 會有機會負利率 那麽現在它拒絕了負利率之後 就應該市場就會冷卻 對負利率這個想法會冷卻一些 但是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冷卻就會令到市場會回吐 就會稍為不利 我剛才想說 但是什麼呢 鮑威爾這次拒絕了 你猜特朗普會不會繼續施壓呢 當然會 特朗普會繼續向他施壓 所以最終市場都是擔心什麼呢 它是會負利率的 不過這個後話了 短線來看 不負利率的話 美股應該有些回討一下 因爲它的經濟數據是很差的 是大蕭條級的一個好悲觀 你放了很多水出來 但是鮑威爾都已經開始說 其實它已經盡力了 現在日後要做的是什麼呢 財政政策上高那裏要做多些東西 當然財政政策就是付多些債的話 其實聯儲屋走去買 不過它就不想付你 就是你可以發多些債 我可以QE 就是無限量買 這樣的一回事 所以我剛才說 其實可能那個息 很長期都會是接近零 接近零 未必一定負 接近零 或者負都負得不多 因爲不想 美元這個國際儲備貨幣 這個地位是動搖的 好 你看到道指有些回吐 剛才說過了 看著4月21號這個位 如果跌穿了 就中線轉淡 納紙都開始有些轉淡風的 短線都是發出紅色警號 因爲跌穿了上升軌 但是它又未完全轉淡 你說我不走著那麼多科夢 那些巨頭 其實走勢很靚的 小小回吐 不要緊 那你當它是黃色黃燈算了 可以當它是黃燈 那什麼時候是短線紅燈 跌穿5月4號低位 5月4號低位是多少 是8537 8537 如果這個位置都跌穿了 就真的短線要是轉紅燈 到時短線的那些要減遲 好了 那美股有些轉弱 搞到港股怎樣呢 港股今天就回來了 不過幸好 還沒跌穿這個頸線 頭肩頂頸線還沒跌穿著 今天要再看多一兩天 但是有少少偏淡的跡象 要注意了 什麼時候第一個有機會要轉淡的呢 就是跌穿23584 第一個頸線位 如果連23939這個位置都跌穿了的話 當然了 中線到淡 因為頭肩頂成立的話 有機會再試前浪底 前浪底就是21139的位置 國企指數的情況都是類似的 也都是沒跌穿這個頸線位的 就是偏淡 還要等個確認 但是大家不要這麼大安置疑 因為 恆生指數和國企指數發了很多次了 在10天、20天和50天線之間 那裡花來花去花來花去 最終怎樣都要分勝負 現在一個不小心 是可以真的出現跌了下來的 所以不要掉以輕心 恆子是這樣 就是有跌穿3條平均線 國企指數好少少 跌穿10天、20天 但是50天線 紫色那條還要守住 但是都不要養的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了 美團 就是科技股比較好一點 香港都是 美團今天衝了上去 市員市場就估計 MFCI可以將這股股 納入指數成分股 騰訊昨天公佈了業績 其實業績是不錯的 業績是真的不錯的 但是 遇對這些市況 第一 第二 其實之前這一日 列口上升 升破420 肯定有人收到風 有人知道很好業績 爸爸已經衝了上來 之前衝了上來 現在好業績 一開高開就低走 那就陰人 但是陰人也好 我曾經跟大家說 如果它跌下來 這個列口附近 就值得買的 現在 如果它還有機會 就是下跌420 這些水平 是可以少煮的 因為它真的好 大市雖然就一般 不過科技股暫時還未失勢 還可以博一博 整體而言 港股有轉弱的跡象 恒指有機會出現頭肩頂的形態 但是今天仍然守著項線之上 所以只是說 有機會轉弱 就未完全轉差 如果大家真的要博 就要博的那些 科技股那些就好一點 其他那些股份 就受得影響比較大 例如 不過科技股也要小心 不要選擇那些 被美國打擊的股份 例如今天 好像中興那些 就是說 剛才說 美國不會賣東西給他 跌了4-5% 另外 電訊股728、762 都是受到影響 那些向下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 所以就看著來買 但是 買這些股份 都是短線為上 如果市場不遷就 大家都可能要先被其風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